哥林多前书 十二章十节到十一节的话语 又叫一人能行义能 又叫一人能做先知 又叫一人能辨别诸灵 又叫一人能说方言 又叫一人能翻方言 这一切都是周围圣灵所运行 随己意分给个人的 阿们 圣灵是真理的灵 我们一起说两遍 圣灵是真理的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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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首先要知道什么是真理 基督徒应该清楚知道基督教的用语 也就是从上帝口里出来的那些用语 都是什么意思 世上的人也常说真理 真理 但世人所说的真理 与圣经里面所说的真理是不一样的 圣经里面有律法 也有福音 但并不把律法叫做真理 律法也是上帝的话语 是从上帝口里出来的话语 但并不把律法叫做真理 只把福音叫做真理 不能随便把什么都叫做真理 圣经里面也唯独把从耶稣基督来的叫做真理 通过摩西来的或者通过律法来的并不叫真理 世上所说的真理 世上所说的真理是指道理说的 把道理叫做真理 道理 有道理 他说的有道理 世人把有道理的叫做真理 但圣经所说的真理不是这样的意思 不是指道理 当然也有一点道理的意思 但真理的意思是真 真 约翰福音四章二十三节说 要以心灵和诚实礼拜 圣经上翻译成诚实的这个词 按原文就是真理 真理也就是用心灵和真理礼拜 那为什么翻译成诚实呢 意思是以真礼拜 以心灵和真礼拜 真 真又有什么意思呢 我们常说 哎呀我说实话 我说的是真话 我说的是真话 真话的意思就是 没有谎言 没有谎言 不掺杂丝毫的虚谎 有的人 好像 就是为了说谎而生在世上似的 出口就是谎言连篇 如果我没有信耶稣 可能也站在说谎之人的行列中 但我不说谎 在这方面我是自由的 我充满了喜乐 哪怕别人骗我 但我就不会骗人 我宁可被骗 也绝不骗人 因此 我有喜乐 我充满了喜乐 我可以坦然的站在上帝面前主张 我是信上帝的人 即使他人骗我 但我不骗人 因为我遵从上帝的旨意生活 所以心里充满了喜乐与自豪 耶稣说 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 意思是 我说真话 我对你们说真话 说谎的人该有多么多 甚至令耶稣都感到郁闷 恐怕人们把他说的话 也当成了谎话 所以特别强调说 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 他说的是真话 那怎样才算是真话呢 怎样才算是真 今天说是真话 明天就变卦了 明天说这是真话 后天又反悔了 这样的话 就只是一天是真的 第二天就变成谎言了 圣经所说的真理 与上帝是一致的 上帝是永恒的 真理也就是永恒的 上帝的真是永恒的 上帝是真 从永远以前说的话 直到永远都不会改变 丝毫不会改变 因为不改变 所以我们信靠他 世界充满了欺骗 所以人们以为 无论到哪里都会被骗 上帝不仅不欺骗人 也不会被骗 他是永恒的 因此在几千年前 就预言了关于耶稣的话语 这预言的话语 是在创造天地之前 就已经有的 耶稣把它照样成就了 哪怕是舍出性命 也照样成就了 无论是几千年前 还是今天都是一样的 因此新约圣经里面 记录的所有神迹 也都照样出现在 相信上帝的人身上 照样出现 同样出现神迹 上帝在过去 在永远以前制定的旨意 永远不会改变 大家都知道上帝的意图是吧 永远不改变的上帝的意图 我们把自己交给这样的上帝 因此说上帝是真理 因为不改变 所以说上帝是真理 耶稣是真理 为什么 因为不改变 从永远以前直到永远都不改变 约翰福音十四章六节那里 可以看到 耶稣说 我是真理 耶稣说 我是道路 真理 生命的时候 这三者不是分开的 我是道路 意思就等于说 我是真理 我是生命 你们所寻找的 所要依靠的道路 就是我 就是我 就是真理 你们认识真理 就有生命 这三者的意思不是分开的 而是一脉相通的 我是道路 就等于说 我是真理 我是生命 因此 我们要依靠它 我们要把我们的生命交给谁 把生命交给谁 把我们的灵魂交给谁呢 有的人 把自己的生命交给酒 心情不好 感到郁闷或者伤心的时候 就喝酒 把自己的性命交给酒的话 会怎么样 上次 新闻报道说 美国 每年因酒后驾驶而死亡的人数 有22万人 这个数字 比五年越南战争死的人数 还要多四五倍 酒后驾驶而丧命的人 比在战场上死的人还多 比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死的人还多呢 可见 有多少人因着醉酒而身亡 喝了酒会变成什么样 问一下三岁的孩子都知道 问一下孩子喝醉酒的人是什么样子 孩子就会学大人醉酒的样子 喝酒的话 首先是理性麻痹了 一直不清晰 完全堕落 喝醉酒的人连走路都走不稳 连人都不认识 站在别人家门口撒尿 稀里糊涂的 想一下 把自己的性命交给酒 这该多危险呢 圣经上告诉我们 不要醉酒 要被圣灵充满 有的人就咬文绝字的说 哎呀 喝酒也没关系 圣经上说不要醉酒 也没有说不能喝酒 喝一点没关系 这样牵强的解释圣经 为自己辩解 这样的人是在狡辩 圣经并没有这样告诉我们 利维记十章八节那里说 如果喝醉酒进入圣所 如果喝酒进入圣所就会死 经上还说 你们是圣洁的殿 我们是圣殿 哥林多前书三章十六节说 你们是圣殿 若有人毁坏上帝的殿 上帝必会毁坏那人 圣经还告诉我们 不要与醉酒的人一同吃喝 马太福音二十四章四十九五十节那里说 如果和醉酒的人一同吃喝 主必重重地处置他 定他和假冒伪善的人同罪 哪怕他做十分之一 或者遵守主日 人就会定他为假冒伪善的人同罪 把他赶到城门外 在那里必永远哀哭切齿 酒无法保全人的生命 无法守护人 但人总是喜欢用酒来麻醉自己 做生意的时候也是先麻醉自己 交朋友也是酒桌上的朋友 带着清晰的理智就无法交朋友 都是在理智不清晰的状态下和人交往 从人格上来看 这是极大的堕落 所以经上说 不要醉酒 酒能使人放荡 不要醉酒 意思不是说 不要喝的大醉 连舌头都伸不止 不要醉酒 这是翻译圣经的人这样翻译的 原来 不要醉酒的意思是什么呢 世上有话说 人喝酒酒要命 人如果一直喝酒 最终会要了人的命 酒会要了人的命 原来的意思是 不要靠近酒 不要靠近酒 这属于放荡 因为人一旦喝酒 总是想要喝醉 所以翻译成不要醉酒 但原语的意思是 不要靠近酒 酒能使人放荡 靠近酒会受咒诅 那人要把生命交给什么 要交给法 真理 因为永不改变 所以是法 要把你们的生命 交给真理 交给法 每个国家也都有法 我们国家也有法 所有国家都有法 法是一个国家的标准 法是保护国家 守护国家的生存原则 人若守国家的法 就是国家的公民 若违背国家的法 就等于自己放弃 做国家的公民 我在一本书上看到 英国的法律中 有一些是几百年来 从没有改变过的 从没有改变过 几乎没有改变过 在全世界 法律几乎不变动的国家 就要属英国了 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国家 法律能保持长期不变的国家 是非常优秀的 全世界 法律最健全的国家 好像就是英国 德国了 因为法律非常坚固 不动摇 所以国民非常信赖 国家的法律 法律保障的一切 包括社会保障 还有保护国民利益 或者国民的权利等 几百年都没有改变过 所以值得信赖 韩国的银行法都无法信赖 今天把这个钱存进去 第二天利息就大跌 等到把钱取出来 利息又上涨 然后等到把钱存进去 以后利息又下去 就这样 银行也信不过 国家也信不过 什么也不值得信 一个国家的法律 若常常改变 就说明这个国家的基础差 无法信赖 无法让人信赖 变得太快了 朝夕之间就改变了 六个月变一次 三个月变一次 总是来来回回 让人怎么信得过呀 如果是英国这样的国家 法律保持一成不变的话 百姓就可以把自己的性命 交给法律 可以放心 因为我知道法律的内容 相信它能守护我的性命 守护我的财产 守护我的一生 守护我的权利 可以信得过 法律总是发生变动的国家 根本无法守护国民的权利 因为法律总是改变 无法守护百姓的财产 因为财产法总是改变 从这个角度来说 看一个国家生活水平如何 不能看有多少高楼大厦 有多少汽车 一个国家的法律 如果一直动摇 那么这个国家就是不安定的 无法让人放心 我们国家从外观上看 有很多高楼大厦 也有很多汽车 但法律不稳定 总是改变 百姓无法信赖法 无法把自己的性命交给国家 无法相信法律 把自己的财产交给法律 也无法相信法律 把子孙交给法律 总是让人感到不安 因为法律总是改变 法律要一成不变 才能保护百姓 保护百姓的权利 那百姓才会不怀疑地 把自己交给国家 交给法律 在法律几百年 都不改变的国家里 国民非常信赖法律 所以可以放心地 委托自己的性命 财产和权利 而像我们国家这样 总是变来变去的国家 无法得到国民的信赖 无法信赖 高楼大厦 什么豪华的酒店等等 代表不了一个国家的水平 要具备稳定的法律 才算是发达国家 上帝的法 即使过去几千年 也不会改变 不 即使过去几一年 也不会改变 不 应该说永远不会改变 律法是从创世开始 直到耶稣到来为止 发生效力的 也就是说 从永远以前开始 直到耶稣到来为止 在永远以前就有的律法 一直到两千年前 耶稣降临为止 才发生了一次变化 圣经里面有二十多次提到这一点 因为改变了 所以律法不是真理 永远以前就有的法 只是因为 只是因为改变了一次 就称不上是真理 就算不上是真理 为什么 因为改变了 改变了 而福音呢 从永远以前 直到永远 都不会改变 因此是真理 我把我的生命 交给真理 把我的所有权利 都交给真理 把我的财产 交给真理 我完全地依靠真理 耶稣就是真理 也就是我们人生的标准 是我们人生的标准 在美诗里的歌词不是说 我人生的安慰和准则 耶稣是我们人生的准则 假如耶稣改变的话 那我们该怎么办呢 我们紧紧地抓住耶稣 但如果他变了 那我们该怎么办 这世上的所有一切都信不过 科学也无法信赖 什么也无法信赖 为什么 因为都改变 大家都买保险是吧 保险也信不过 所以买了这份又买那份 但这样也救不了自己的性命 耶稣是真理 永不改变 今天人们把银行 国法和耶稣 想成是差不多 差不多的 所以不信耶稣 我们国家 要想成为发达国家 成为安定的国家 首先 法律要固定下来 不能改变 就像真理一样不改变 耶稣说 我是真理 懂得分辨真理 就是辨别诸灵 辨别诸灵 可以分为大辨别和一般辨别 大辨别是指辨别自己的信仰 是指辨别自己的信仰 一般辨别是指辨别他人的信仰生活 辨别自己的信仰属于大辨别 辨别他人的信仰生活属于一般辨别 大辨别 大辨别也就是辨别自己的信仰具有什么意义呢 很多人都不确定自己能否去天国 为什么 有的人以为信了耶稣之后就不会再有想喝酒的想法了 但是没有想到仍旧想喝酒 而且喝了酒也没有什么报应临到 所以无法确定自己有没有得救 还有的人以为信了耶稣 烟自然就戒了 但自己仍旧吸烟 也没有受到什么报应 所以就因此怀疑上帝是否存在 这类人无法辨别自己到底有没有得救 没有办法知道自己有没有得救 你成了上帝的儿子了吗 你成了上帝的女儿了吗 真的吗 真的 应该吧 真的吗 我也不确定 到时候才知道 如果一直问下去就没有自信了 你得到了说方言的恩赐吗 是的 真的得到了吗 不是你随便说出来的 这个 我想说就能说出来 不想说就说不出来 真的是我自己说的吗 就这样就又糊涂了 我们要能够分辨自己的灵魂 到底有没有得救 这是大分别 大分别 大辨别 辨别他人的信仰生活属于一般辨别 而辨别自己的灵属于大辨别 那么就需要有一个标准 辨别的时候需要一个标准 尺子就是一个标准 尺子 标准 准则 耶稣是真理 这就是标准 辨别灵的标准 辨别灵的标准 那么就让我们以耶稣为标准来辨别一下 承认耶稣为主的人就是属天的 否认耶稣的人是属于世界的 领受的是世上的灵 也就是敌基督者的灵 大家虽然都领受了灵 但这灵是属于世界的还是属于天的 自己看一下 那么就在于你是承认耶稣为主 还是否认耶稣 这就是判断的标准 你承认耶稣吗 你的灵若承认耶稣 圣灵就会承认你的灵 罗马书八章十五十六节那里说 我们若承认耶稣 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 就与我们的心同正 我们是神的儿女 你是否是属于天 是否是属于天的灵 就看你是否承认耶稣为主 牲畜生的崽子是牲畜 人生的孩子是人 上帝的儿子是上帝 是否承认耶稣是真理 只有上帝才是真理 只有上帝才是不改变的 那重要的就在于 你相信耶稣是上帝的儿子吗 如果相信就要告白 告白自己的信 所以说敬礼 敬礼就是相信耶稣是我的救主 而做的信仰告白 告白自己与主同死 与主一同复活 以前罗马天主教主张的是 你相信罗马教会 是你信仰的教皇吗 承认的话 就受点水洗 往头上撒几滴水 不 在我与上帝之间 没有其他王 只有耶稣 只有耶稣是我的主人 是我的君王 这样的人 受尽礼 这样的人受尽礼 在当时 如果不承认 有人不承认教皇 只承认耶稣而受尽礼 就会被搜查出来 处死刑 当时 还有一些人呢 一开始出于惧怕 承认教皇 承认在上帝 与自己之间有 教皇做中宝 接受了点水洗 但后来重新醒悟过来 又接受了禁礼 这些人被叫做再禁礼派 根据记录显示 在罗马天主教掌权的1260年间 大约有5000万人被杀害 因着受尽礼而被杀害 当时把承认耶稣是主 而受尽礼的人杀害了 哪怕要我的命 我也承认耶稣是我的主人 这是信仰 有的人为了世上的正义 挺胸而出 被杀死 这是英雄般的死 而因着承认耶稣被杀死 才是殉道 因此我们要受尽礼 就这样 为了耶稣而活出性命 禁礼是要活出命的 要被溺死在水里 我要死的 死在这个水里 这是耶稣教导我们的方法 溺死在水里 受尽礼的人就是要死在水里 有的人怕死 不想沉入水里 用力挣扎 为这样的人施禁礼后 我的胳膊会很疼 我们要死在水里 要活出命来告白 就这样承认耶稣为主的灵 是属天的 而不承认耶稣是主的人 是属世界的灵 只有属天的灵 才是重生为上帝儿女的人 属世界的人 与上帝没有任何关系 属天的人 会得到圣灵的承认 我们承认主的信心 会得到圣灵的见证 靠着圣灵 承认耶稣是主的人 是得到永生的人 承认耶稣为主的人 请说阿们 承认耶稣为主的人 请说阿们 实在无法承认耶稣为主的人 说阿们 哎呀 看来还有人需要悔改呀 我们要承认耶稣是主 这才是得救的人 耶稣成为肉身来了 道成为肉身来了 真理成为肉身来了 来做什么 受死 为了受死而成为肉身 若不是肉身就无法受死 真理成为肉身来 是为了受死 为了受死 如果否认耶稣 是为了受死而来的 就是敌基督者的灵 统一教的主张是 耶稣成为肉身 死在十字架上 代表耶稣的拯救计划 失败了 耶稣成为肉身来 却死了 所以失败了 这是敌基督者的灵 这是敌基督者的灵 是基督的仇敌 耶稣成为肉身来 受了鞭伤 担当了我们的疾病 留下宝血 赦免了我们的罪 现在也在背负我们的罪 赦免我们的罪 他如果没有在十字架上受死 我们的罪就得不到赦免 得不到饶恕 只有承认耶稣是主的人 才是属天的 就这样分辨自己的灵 就这样靠着耶稣 来分辨自己的灵 大家口里承认主 就能得救 在座的大家都承认耶稣是主 约翰福音三章十八节那里说 承认耶稣的人已经得救了 不成的人已经受了审判 我们如果承认耶稣是主 就已经得救了 除了分辨自己的灵之外 再就是分辨人的信仰生活 分辨他人的信仰生活 亚拿尼亚和撒非拉都是爱主的人 他们为了主卖了田地 并把卖地的不分银子奉献给上帝 但彼得看到了亚拿尼亚和撒非拉 虚假的一面 看到了在他们里面做工的虚晃的灵 还有在撒玛利亚教会 有一个叫西门的行巫术的人 他对彼得说 把叫人受圣灵的权柄卖给我吧 那时彼得说 我看到你的心不正 就这样 辨别他人灵的状态 这属于一般辨别 分辨自己是否属于上帝的 就看他是否承认耶稣 承认耶稣的灵是属上帝的 否认耶稣的灵就不是属上帝的 就这样 辨别自己的灵属于大辨别 辨别他人的灵魂状态属于一般辨别 有时候是在似梦非梦当中看到异象 就像看电影屏幕一样 有时是天然色 有时是黑白色 有时只是瞬间看到 有时可以看很长时间 连续看五六个小时 因此我在港鬼的时候 连对方在梦中看到的都能说出来 为什么 因为在梦中看到的可以再现出来 接受港鬼的人做的梦 我却能说出来 现在我没有时间做这些事工 在以前这样的事情经常发生 这些属于一般辨别 总之 我们要能够靠着圣灵辨别珠灵 靠着圣灵分辨灵 我到一个地方带领分心会 通过异象看到来的人当中 有的额头上贴着花牌 有的贴着香烟 有个人是教会的长老 坐在椅子上大声地喊着 主啊 但我看到他身上贴着香烟 我就问他 长老啊 你是不是尝尝吸烟呢 他大吃一惊 他可以遮住周围人的眼睛 但无法遮住辨别珠灵的眼睛 这是属于一般辨别 我们不能只懂得辨别他人的属灵状态 却不知道分辨自己的信仰 奉耶稣的名祝愿大家 靠着圣灵成为分辨珠灵的人 懂得辨别真理 祷告吧 我们这样的祷告 赐给我辨别珠灵的恩赐吧 我们一起这样的祷告吧